迎接新春苗栗县华盐企能中心 每年都会制作兰花还有多肉植物盆栽来意卖 而为了募集更多爱心 他们主动出击了 到各乡镇市公所还有学校来摆摊意卖 同时也欢迎社区企业团体邀约 让充满温情的花香散步到社会每个角落 兰花展校园喜气又淘气 未及原意木工手工艺般师生的好手艺 展现出教学成果 每年春节前夕西湖山华盐企能中心 都会制作组合兰花盆栽意卖 提供爱心民众应景选购 其实利润其实不高 那我们背后的重点是 希望我们孩子们可以透过一起做这件事情 然后一年之中一起去完成 我们的兰花还有疗愈盆栽的制作 那其实每次意卖回去之后 他们发现哇卖了很多盆 那都会觉得心情很好 而且那个成就感 他们的表情喜悦是真的很明显的 目击更多的爱心 也为让更多人看见院生们努力到美丽成果 华盐企能中心主动出击 师生带着兰花多漏食物盆栽 前进各个象征师公所 学校进行意卖 透过这个意卖可以让更多人看到我们华盐的孩子们 或者是甚至是更多身心障碍的孩子们 需要帮助的孩子们 那其实社会上很多这种需要帮助的 那如果大家有看到我们华盐的一年一度的意卖 那我们其实都会去各个学校 或者是乡镇公所 公司行号 其实都如果有看到都可以邀请我们去意卖 可爱的狗狗猫咪 还有各类的喜奇装饰 都是华盐院生亲手组合而成的 没有重复 每一盆都是独一无二的作品 过年装点不妨选购 支持工艺也让充满温情的花香 散播各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